这过去李老师跟我讲过 很感叹地说 哪一个老师不希望有传人 到哪去找啊 学生找老师难啊 老师找学生更难啊 到哪里去找啊 这个事情可遇不可求 可是真正发心要学 自己在家里能学的成功啊 不必找人啊 在家学孟子 出家学偶一大四 他们在一生当中 没找到真正善知识 怎么办呢 以古人做善知识 孟子学孔子 孟子已经不在世了 孟子读孔子的书 夜门深入 常识寻修 遇到疑难之处 去找孟子的学生 那个时候 孟子还有不少学生在试 他向他们请求 他学出来了 学成功了 超过孔子 当年在身边所有的学生 你看后世提起 儒家孔孟 不提别人 这就说明孟子学成功了 中国人称孔子为智慎 称孟子为亚慎 智慎是第一名 亚慎是第二名 我们净土中的欧耶大师 第九代的祖师 他对于第八代的祖师 莲齿大师 非常鸟目 莲齿大师已经完善了 莲齿大师的著作在 他专学莲齿大师著作 也学得非常成功 所以以后 他是敬宗第九代的祖师 这都是眼前 没有人知交 找古人 今天你是没有好老师 你学无量寿景 无量寿景是谁 谁是老师 阿弥陀佛 无量寿佛 你跟他寻 夜门深入 常识寻宿 黄念祖宿老巨宿的读解 你可以作为学习的参考 他做阿弥陀佛的助教 你有了老师 你有了老师 又有了祖教 只要你正干 没有不成功 夜门深入 夜门深入 盛念寻宿 哪有不成功的道理 我们现在亲眼看到两个人 第一个 大概大家都知道了 董伯 刘苏云居宿 就是 他是55岁开始修 现在65岁 十年 就是一部无量寿景 一句阿弥陀佛 除这个之外 什么都没有 十年如一日 每一天天经十个小时 听了十年了 就听这一部经 通常一般人 要是这样用功的话 应该在四五年 功夫好的人 大概三年就会得三万元 念佛三万元 五六年肯定开悟啊 根性差一点的人 我相信五年能够得三万元 七八年能开悟 这一悟就全通了 所有没有学过的经教 你只要一接触全通 一经通 一切尽通 古人说的话一点都不错 我们不相信古人 相信自己就完了 不听老人 也吃亏在眼前 人家十年有这么大的成就 我最近听说一个四川 有个老居士 七十多岁了 他大概也是五十多岁 五六十岁的时候 开始学的 也是十年 也是一步无量寿金 一句阿弥陀佛 我非常希望他到香港来 我们见见面 很了不起 别现在年轻人 真正发心 续佛会命 袁绍如来 敬光大法 做一个最好的榜样 只要你真发心 只要你依照 祖宗的惩罚 决定不能变更 你好好的去学下去 你肯定会成就 生年的时间不长 像我这个年龄的时候 真正生年一扎眼就过去了 凡夫生年成佛了 不是假的 要懂得 勤者法论 说在勤不到 发心 自己出来将近教训 请自己 请别人难 我自己发心 请自己 这些方法 我是早年 张家大师教过我的 他老人家教我 学舍家 我女父 我听话了 成功的秘诀 这么一别的 就是听话 真干 合一天 干一天 不为自己 为正法救助 为苦难众生 把这两句话 作为我一生 活在世间的目标 最后的目标 求生 没有别的事情 下面第七 请佛住世 这一句话 我把它说成 培养下一代 应该懂得 全心全力 培养下一代 让佛法 不至于断绝 这个功德 无量无边 能够有十个八个 真学佛的人 没有自己的人 佛法决定 可以兴旺起来 释迦牟尼佛当年 在洛业园 六个人起家了 他自己 另外吴比丘 六个人起家了 今天有七八个人 怎么会不能行教呢 当然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才叫 大事业大因缘 我这个一生 也是跟大家表发的 给大家做了个样子 一生没有做第二桩事情 就是讲经教训 从出家那一天开始 52年 没有修习 没有到场 我也没饿住 也没动住 虽然一无所有 佛经上讲的 得大自在 这个大自在 身心都没有死 现在人讲什么压力 我很不容易体会 我从来没有什么压力 心理上的压力 身体上压力都没有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随缘 随缘 读日 心里面 只有尖叫 我讲一部经 心里就想这部经 这一部经 大概要讲一年到两年 活一天 讲一天 这个多快乐 多自在